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增长的势头连续七个季度 保持了同比的正增长 那外贸金出口开局平稳 为了实现全年的目标 打下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 那在今年实现外贸目标 还会面临哪些风险以及挑战呢 在节目当中我们都会为您 详细来分析 首先还是来关注在今天 亚洲主要股市的收盘情况 今天内地股市出现了一个 震荡走低的行情 互指在午后是一度出现翻红 但是在尾市再度出现了下缩 所以中场收报在3186点 下跌的幅度达到了0.82% 那深圳市场今天的走势 相对来说比较的简单一点 全天都在平盘的线下来 进行这样一个表现 所以中场下跌的幅度 达到了1.6% 再来看看香港股市 在午后出现了一个小幅的反弹 超过了200点 但是整体来看走势比较的反复 所以中场的小幅收高 收报在21374点 亚洲台区的其他市场 在今天则是出现了一个 普遍上扬的情形 市场对于美国通胀高企的这个担忧 开始逐渐地减退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台湾的加权指数 上涨幅度达到了1.83% 再来看亚太区 其他一些主要的股市情况 今天来说日本的表现也还不错 日经指数是高开高走的 中场市收升达到了1.93%左右 那韩国方面 收牙股市同样也出现了一个攀升的情形 上升的幅度达到了1.86% 这是过去一个月以来的 最大单日的涨幅了 那目前正在交易的伦敦股市 由于是比较缺乏它们的方向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整个都是在平盘的下方 在不断的幅度当中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再次向中国的中概股 进行了这样一个大道的砍来 周二将12家的 美国上市的中国企业 列入到了预定摘牌的名单当中 这12家公司包括了搜狐 还有星豪影会等等 需要在5月3号之前 他们必须要将 美国证交会来提交证据 证明自己不具备被摘牌的条件 那么自3月份以来 美国已经先后4次 发布了预定摘牌名单 一共有23家在美上市的 中国企业被点名要求提交证据 那么中国证监会日前就境内企业 在境外发行证券和上市的保密 以及档案管理工作的规定 进行了一个意见咨询 提出要放宽跨境审计监管合作 来减少敏感信息 列入到工作底稿当中 并且支持企业自主地选择上市地点 那么连日来的 上海实施防控的这样一个疫情的措施 影响到了制造业的生产 那么也消息指出 电动车生产商特斯拉在上海的工厂 最快要到5月中旬才能够开始复工 根据特斯拉的供应商透露的消息来看 由于特斯拉在上海的工厂 被认定为是非关键工厂 不属于优先重开的工厂类别 那么预计工厂最少要关闭到5月中旬 至于全面恢复正常的运行 则要等到今年的第三季度了 至于在亚太区内其他媒体 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 一会儿的了解一下 韩国汽车产业协会的报告显示 韩国汽车去年在全球市场所占份额 为7.9% 较2020年小幅增长 协会表示虽然韩国车企去年 在美欧市占率均有所上升 但在中国市场的销量 同比减少25% 市占率降至2.4% 连续四年下滑 协会预测受车载芯片短缺 原材料上涨等因素影响 韩国汽车产业要恢复至疫情水准 恐怕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日本内交府周三公布的数据显示 二月核心机械订单环比下降9.8% 创2020年4月以来最大降幅 远超经济学家预期的下降1.5% 是连续第二个月下降 而二月非制造商核心机械订单 下降14.4% 其中信息服务公司的订单 下降了36.9% 为2006年1月以来的最大降幅 日本政府称经济复苏正在停止 泰国内阁同意重新调整 公共债务管理计划 决定将2022财年总债务额提高至1.41万亿株 新增490亿株 此举主要是平衡国内油价支持国企投资 和实现债务从主 预计到年底时公共债务占GDP比重 将升至62.76% 政府将向燃油基金追加100亿株 流动性贷款 将柴油价格继续稳定在 每升30泰铢的水平 在今天我们将重点来关注 中国的第一季度外贸数据已经出炉了 进出口地实现了平稳的开局 在接下来如何巩固外贸发展 实现全年经济增长目标呢 另外美国的通胀也再创40年的新高 又要如何来解读 所以在稍后的节目当中 我们将会分别邀请到 中航基金首席经济学家邓海清 以及德国商业银行 亚洲高级经济学家周浩 一块来详细解读 稍后见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亚洲财经透视》 中国海关总署公布了最新的外贸数据 以人民币来计算 今年一季度内地的进出口总值 按年增长超过了10% 并且是连续第7个季度出现了正增长 那么海关总署的官员表示了 中国外贸情况开局平稳 为实现全年目标 打下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 同时也指出了 中国的外贸发展 还面临着很多的风险和挑战 先来了解一下 中国海关总署周三公布最新外贸数据 以人民币计算 内地第一季进出口总值 按年增长10.7% 是连续第7个季度录得正增长 出口按年增长13.4% 进口则增长7.5% 贸易顺差1.04万亿元 东盟重新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一季度中国对其进出口总额 达到1.35万亿元 其次是欧盟和美国 以及对韩国外贸按年增长12.3% 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外贸 也有所增加 同期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进出口合计2.93万亿元 与RCEP成员国进出口 合计2.86万亿元 分比按年增长16.7%与6.9% 单从3月份来看 内地进出口总值为3.21万亿元 按年增长5.8% 其中出口增长12.9% 进口则下降1.7% 顺差超过3000亿元 以美元计算 内地3月份及一季度出口 按年增长均超过一成 但3月份进口则下滑0.1% 是2020年8月以来首次出现负值 贸易顺差则分别为473.8亿美元 和1629.4亿美元 中国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 统计分析司司长李奎文表示 当前内外环境 有些突发因素超出预期 中国外贸发展 面临诸多风险挑战 从月度情况来看 进出口增速整体有所回落 他还表示 近期疫情多点频发 对供应链产生较大压力 但当局会保障通关顺畅 总体来看 一季度外贸情况实现了开局稳 并未实现全年目标 打下了较好基础 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 我们特别邀请到了 中航基金首席经济学家 邓海清先生 后面一块来探讨 邓先生您好 邓先生我们请教您 我国的外贸进出口 连续7个季度 是保持了一个同比的正增长 实现了开局稳的这样一个局面 那么外贸能够得到有效拉动 您认为主要的原因会是什么呢 应该来说 一季度的外贸增长数据 可以说是非常的亮丽 那么也是在疫情之争的 那么可以是 中国在疫情发生之后 其实在稳增长里面的话 外贸一直都是一个 可以说第一驱动力 那么这样一个原因的话 主要是有三个 第一个其实还是国内的防疫工作做得比较好 所以的话这个生产活动能正常进行 以及港口的话没有出现一个 印度的这么一个情况 那么第二个的话是海外需求的话 依然是非常的旺盛 那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发生了 就是欧维基等一系列的地缘政治事件 但是的话呢 其实无论来自于欧盟 还是来自于美国等各地的需求 还是非常的大的 第三个呢 其实我觉得主要的原因是 中国在对 在ASIPA这样一些 这个相关的国家 包括在一路一带里面的这些 就是进一步的开放 包括中国的产业链的这个延伸 其实还是成效非常的明显 那么从数据上也可以看得出来 在一路一带跟 这个ASIPA的相关国家里的增长 基本上是排在前列的 嗯 邓先生 我们还关注到这次统计的数据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民营企业的进出口 是有4.52万亿元 增长达到了14.1% 民营经济在今后对于外贸 将会产生一个怎样的拉动作用呢 民营经济呢 可以说在中国的外贸的结构里面 其实一直扮演了一个非常主力军的 这么一个作用 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在去年以来 中国的民营经济 虽然在出口的势头上保持的比较好的 这么一个延续 但是的话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 中国的民营出口企业面临的困难和压力 还是比较大的 那么这种压力主要是来自于两个方面 一个的话呢 就像在去年下半年 由于就是拉杂限电的这么一些政策的措施的出台 那么其实导致的话呢 中国的民营企业的话受影响还是非常的大 那么今年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 今年其实出现了两个因素干扰比较大 一个的话呢是疫情的再次这个爆发 那么可能各地的话呢 加强到对这样一个就是疫情的管控 那么这个对民营企业可有影响 尤其是比较大的 第二个的话呢 是今年大增商品价格波动非常的剧烈 包括汇率市场的话呢 也比较波动比较大 那么对民营企业来讲 对民营企业里面的话 可能都需要政府的话 寄以更多的帮助跟支持 那当时我们看到 我国和主要的这个贸易伙伴 外贸进出口 一直都保持一个比较好的 这样一个增长势头 同期呢 我们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还有您刚刚特别提到 RCEP的成员国进行的这个进出口 分别也增长 有16.7%和6.9% 区域合作日趋的紧密 贸易多元化的优势 您觉得在未来还能够保持下去吗 贸易多元化 第二可以说是中国目前来讲 维持这么一个非常好的 这个出口势头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因素 那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 就是这样一种贸易多元化的格局 也还是会有受到 非常多的一些挑战的 那么第一个的话呢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大国博弈的常态化 那么这个对就是贸易的 多元化的意义跟重要性 还是非常大的 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全球一种趋势就是 大国博弈的常态化之后 相对于过去 比如说上十九十年代以来 那么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国际关系里面 主要都是大国保持了对一致的原则 那么其实都是一些国际的热点 主要都是一些小国发生的一些事情 那么这也是 欧欧危机的话呢 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包括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 前面的经济金融的制裁 那么包括对于中国的一些 就是科技的这些制裁 这些措施 那么这些的话其实都是反映了一个 就是逆全球化跟区域经济的一体化 就是商项 这个都很明显的这么一个特点 所以在供应力安全的这么一个态势之下 那么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出现了这么一个逆全球化的这个问题 但是的话呢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呢 其实又这个区域一体化的这个趋势 又更加的更加的明显 所以在贸易的多元化这个领域里面 其实它的重要性的话呢 也进一步的提升 这也是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中国政府一直提倡 叫更高水平的开放 那么中国确实在未来的出口里面 更加不能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那么更加要分散风险 嗯 邓先生 其实您刚才也特别提到了 我们现在关注到目前来看 外部的这个环境比较的这个严峻复杂 那么在去年高基数的基础之上 要实现今年全年保稳 体质的这种外贸发展的目标 您觉得会面临哪些风险和挑战呢 今年在外贸利益里面 可能面临的最大的挑战应该是两个 第一个的话呢 其实是地言政治的一个冲突 那么带来了一个更加加剧的 就是全球性的通胀的上行 那么这样一种上行 其实对中国这样一个 就是制造业大国来讲的话呢 会带来了一个供应链 比较大的一个撑击 那么这是一个第一个风险 那么第二个风险的话呢 其实是我们可以看到 是就是中国的这种 就是在新的这种防御政策之下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要真正的到一个正常的一个 就是生产经营 还是时不时会受到一定的干扰 那么这个其实对于今年的出口来讲的话呢 也是比较有一定的影响 那么第三个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的 其实是这个汇率 那么今年的话呢 每年初的加息 那么是未来大家议息是非常强烈的 那么美元指数的走势 也出现了一个超强美元指数 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 随着海外这些供应链的恢复 那么其实中国的这个目前的 这个制造业的出口产能 那在未来可能会存在着一个 就是产能过剩的一种风险 嗯 好 今天也特别感谢 邓海清先生来到节目当中 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享 非常感谢 那接下来我们将会来持续再关注 就是美国的通胀 又在此创下了40年以来的新高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核心的通胀数据 却出现了一个放缓的迹象 短期之内美国的通胀 是不是已经见顶了呢 稍后我们将会和德国商业银行 亚洲高级经理学家周浩 一块来讨论 稍后见 欢迎回来 这里是周在为您直播的 亚洲财经透视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关注美国劳工部 在12号发布了他们的数据显示 美国3月份的CPI同比增长达到了8.5% 这是创下了40年以来的又一个新高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 美国3月CPI同比增长8.5% 超过上月的7.9% 增速再次加快 为1981年12月以来最快增速 这也是连续第6个月同比增速超过6% 3月CPI环比涨幅也持续扩大 为1.2% 是自2005年9月以来最大涨幅 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农员价格 3月核心CPI同比上涨6.5% 高于2月的6.4% 是自1982年8月以来的最快涨幅 美国劳工统计局指出 助推通胀上升的最大因素 包括食品 住房成本和汽油 俄乌战争进一步推高小麦 化肥及能源价格 汽油价格指数在3月环比 飙升18.3% 占CPI月度总涨幅超过一半 为2009年以来最大涨幅 对劳动力的强劲需求 已将溢价能力转移至员工 给工资上涨带来上行压力 这可能会推动更广泛的价格上涨 根据亚特兰大联储的工资追踪数据 3月工资年增长率为6% 是自1997年有记录以来最快增速 与此同时 美国实际平均时薪 同比下降2.7% 为连续第12个月下降 NBC一项最新民调显示 62%的美国人称 收入无法跟上生活成本的涨幅 居高不下的通胀 以及攀升的通胀预期 加大了美联储今年持续加息 应对通胀的压力 也增强了美联储将在下个月 加息50个基点的市场预期 凤凰卫视王悠悠 陈一秋 华盛顿报道 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 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德国商业银行 亚洲高级经济学家周浩先生 和我们一起来探讨 周先生您好 周先生您好 周先生我们看到 这次美国3月份CPI又创了新高了 来到8.4% 相信很多人已经有这么一个预期了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扣除了食品 能源的核心CPI同比是上涨6.5% 这是低过市场6.6%的预期 那么由此是不是能够判断说 美国的通胀 已经开始出现见顶的迹象了呢 是这样的 我们可以看到最近的美国的这个通胀水平 一直是比较高的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其实呢 往前看的话呢 如果油价不出现大面积的再度上升的话呢 其实大概来看的话 美国的CPI会在二季度出现一个 今年的一个顶峰 那么这样的一个顶峰之后呢 理论上来说CPI会不断的一个下降 因为去说的受到去年的基础 比较高的一个影响 那么但是呢 另外一方面来看的话 即使是这样的一个走势呢 二季度的CPI的平均值呢 也是比较高的 目前呢 我们的预测是在7%左右 也就是说 虽然是往前看 似乎有一个曙光在这面前 但是呢 它的绝对值 还是远远的高于目前的 这样的一个名誉利利的水平 所以就是说 对于货币当局来说的话 这个加息 还是一个不得不做的一件事情 因为一旦如果通胀再度失控的话 那么货币政策 就会显得过度的一个缓慢 和反应过度的一个犹豫 所以我觉得 从目前的状况上来看 我们可以说 如果油价不出现大面积的上升 今年的CPI大概率 会在这个位置做一个顶部 但是呢 另外一方面来看的话 不确定性很强 第二点来看的话 货币政策的这样的一个独立性 包括货币政策 对于通胀的一个有效性的一个控制 可能更需要市场关注 那周先生 由您的解读 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说 对于这个美联储来说 接下来是不是要有一个 比较强大的心理准备 就是在接下来 可能很长的一段时间 即便通胀不再往上涨 可能还会在现在这样的一个水平 持续一个比较长的时间 所以美联储 它的这个加息意愿 不太会出现轻易的改变 甚至有可能还会变得更阴吗 我相信是这样的 就是说 如果说目前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下 美联储连续加息差不多 比如说连续两次 50个基点加息的可能性 还是比较大的 那么未来来看的话 可能有一个 8到10次的加息的概率 还是非常的大 因为即使我们刚刚提到的 它会往下走 但是全年的一个平均的CPI 可能还会高于5% 那么你就算加14利息 可能加到3%左右 最多就3%左右 其实名义利率 实际利率还是负的 所以就是说 从这个角度上来看的话 最重要的是美联储 要给市场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 也就是说在控制通胀面前 美联储的货币政策 是非常的有决心的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决心的表现 必须要通过连续的加息 才能给到市场 所以说从目前的 这样的一个状况上来看 我们不能够简单的说 通过我们的这个模型预测 来推断未来的美联储 会不会转向鸽派 这样的一种 就像这样的一种态度 其实更加重要的是 美联储先要给市场一个 非常明确的鹰派信号 也就是说他认为 他给出的信号是 就像当年的沃克尔一样 这个美联储的前主席 沃克尔一样 就是我只要有更高的通胀 我会有更强烈的政策 那这样的话 市场才会认识到 我们可能会出现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未来的通胀预期 美联储短期来看的话 需要给市场这样的一个预期 所以连续的大幅的加息 是非常重要的 嗯 那周星我们再来看看 这次这个美元指数 时隔两年 差不多这个时间 美元指数再次占上100的关口 您认为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会不会对于像人民币汇率 还有A股的走势 产生一些影响 那么新兴市场来看 会不会面临 比方说流动性冲击的这种可能呢 是这样的 我觉得这个美元的走强 其实反映的背后是两个因素 第一个是美国的加息 第二个是美国经济的强劲 那么这两点因素 其实并没有改变 那么另外一点 当然就是说是欧洲 受到这个地缘政治的一个影响 欧元的走势呢 也是相对的比较疲弱一些 那么对于新兴市场来看的话 我觉得其实是 比较复杂的一个状况 总的来说我认为 不应该把新兴市场 看成一个整体 也就是说在目前的情况下 我们看到的是 比如说一些边缘国家 就是说相对脆弱国家的 这个会议呢 出现了比较大幅度的一个调整 但是对其他的一些经济的影响 其实目前来看并不是特别的大 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判断 是认为新兴市场 没有系统性的风险的可能性 或者说这个风险很小 那么另外一点上来看的话呢 就是说如果说人民币 A股的这个走势来看的话 其实人民币走势是相对比较平稳的 我个人认为是跟这个资本的流动 比较少是有关系的 因为疫情之后 中国人的国外的消费的热情 是比较低的 其实这一块 以前是很大程度上是影响汇率的 那么A股呢 我觉得更加重要的是 受到这个地缘政治 包括疫情的这样的一个影响 本期真的可能很难看到一个 非常明确的一个走势 那周先生 我们最近可以看到这个美债 和中国的这个国债的这个 长债利率出现倒挂 美债这种走强 会不会对于接下来的整个债市的 这个市场会出现一个比较大的 这样一个影响 还有你刚刚特别提 美联储也不断在加息嘛 这种不断的这种加息的情况 对于美国经济来说 能不能承受得住呢 那么就是说美联储 必须要先给市场一个明确的信号 我要控制通胀 那么第二个信号是说 我能不能稳定增长 那我觉得这可能是有先后的一个顺序 就是先要控制通胀 如果通胀的水平控制住了 或者说这个利率水平 或者说未来有这个衰退的可能性 那可能美联储要做第二件事情 就是说怎么样稳定未来的增长预期 那我觉得这是有一个先后的一个顺序 去可能太早去看到一个衰退 现在可能并不是市场 或者说并不是美联储 最为关心的一个话题 那么从另外一方面来看的话 从国家利率来看的话 我觉得其实中美的这样的一个货币政策 独立性还是很强的 也就是说我们是可以做一些 相对比较宽松的货币政策 但是短期来看的话 连续的加息 美国连续加息 可能还是会对我们的这个国家利率 有一定程度的一个扰动 好 今天也特别感谢周浩先生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 那以上就是今天 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 感谢各位的陪伴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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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